哈喽,拆电影学说故事,我是薛丽令 1994年由张义某导演 龚立葛优主演的一部讲述 中国近代史的电影《在中国背景》 却被台湾制片人推上了国际 还获得坎城影展评审团大奖 最佳男演员奖和人道精神奖 可说是为中国争光,风光无限 但过了几十年 这部电影还是无法在中国播放 到底电影里说了什么 让中国害怕到现在 1940年代旧社会时期的 玩护子弟福贵 耗底成性,败光了所有家产 连祖上的大宅院都输给了龙儿 老父亲当场活活被气死 妻子家珍绝望地带着女儿 与肚子里还未出事的孩子离开 回娘家 福贵与病中的母亲流离失所 为了活下去 只能在路边做些小生意 勉强为生 一年后 家珍带着女儿与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回来 一家人总算又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你起床了吗? 起了 叫个不赌 不赌好不赌好 我后来再没赌过 下辈子也不赌了 为了养家糊口 福贵回到被自己输光的大宅院 向龙儿借钱 龙儿不借 却搬出了一箱皮饮汽油 要他去卖艺 这钱你得自个儿挣 还好福贵唱得一口好戏 让他能以此为生 福贵煮了个戏班子到处赚钱 没想到国共内战 戏班子碰上了国民党军队 他和跟班春生被抓作俘虏 在军中结识了老乡老权 老权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大志 只希望能安全地活下来 寻找自己失散的兄弟 主张 你一件汽车就没活了 我要是能开上汽车 死都愿意 那是你 我可得活着回去 老婆孩子比什么都好 但天不从人愿 一天躲在豪沟的三人 发现拿来保暖的军大衣 居然是国民党兄弟们的 而军队兄弟们已全被歼灭 同时共产党解放军也已杀向他们 老权被狙击手打死 老权 不想搞革命 只想安全保命的福贵和春生举手投降 两人转而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还好他们还有皮影戏的功夫 能为军人表演鼓舞士气才能继续活着 1949年内战结束 共产党夺得了中国政权 春生未援开汽车的梦想继续跟着解放军 而莫名其妙与家人失散多时的福贵 终于回到了家 儿子友庆已渐渐长大 女儿凤霞却因高烧成了哑巴 而震惊她的还有一场土地改革运动 政府要地主们上缴自己家的房产 但当初赢得了福贵老宅院的龙二 不肯交出宅子 在公审恶霸大会上 以反革命破坏的罪名被判了死刑 当众处决时 福贵被枪声吓得尿湿了裤子 因为当初若老宅院没有输给龙二 现在可能被枪毙的就是自己 福贵赶紧把解放军 谦和的革命凭证找出来 也确认家里的身份不是地主 而是城镇平民后就松了口气 50年代共产党提出大跃进口号 要在工业上超越英国赶上美国 号召全民来炼钢 各家要捐出钢铁 不捐出的就是反革命者 大家也不用管温饱问题 全部由人民公社负责 从大人到小孩 只管日夜不休的炼钢就好 这天镇上的孩子欺负凤霞不会说话 弟弟友庆便替姐姐报仇 在公社吃饭时 将加了一大碗辣椒的面 倒在带头欺负人的孩子头上 辣了他一脸 不知缘由的福贵 当众人的面将友庆打骂了一顿 友庆生气了几天不跟爸爸说话 但又想看爸爸唱皮影戏 家珍想了个法子 要友庆端晚加了醋和辣油的茶 送去戏台给福贵喝 福贵被落得当场喷出 友庆乐的满场子被福贵追着跑 经历一阵子没日没夜的炼钢后 镇上终于炼出一块无奇麻黑的东西上脚 家珍想让累坏的孩子们先碎毁 但这时区长又前来检查学校的炼钢进度 福贵不想因为怠慢成为了反革命者 便背着友庆到学校去 路上福贵说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鹅养大了就变成了羊 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了 牛以后呢 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了 就天天吃饺子 天天吃肉了 晚上福贵唱着戏却接到了噩耗 友庆累得靠在学校围墙睡觉 被同样几页没睡的区长倒车时 撞倒了围墙给砸死了 而区长竟然是当年和福贵出生入死的春生 我是春生 你知道我叫一个儿子 干什么你得撞死了 有些是你孩子 你信我们家一定要命你记住 60年代一场文化大革命袭来 全民参与破四旧 福贵虽然不舍 但也只能烧掉了养了他们家多年的皮影细友 此时凤霞也已到了出嫁的年纪 镇长介绍了为忠厚老实的瘸腿工人万二喜 万二喜同志来了 两人一见钟情 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 行人掰过墙上的毛主席画像 便结为了夫妻 我把毛主席大老人家 我把徐凤霞同志 接走了 没多久一直关照正名为党奔走的镇长 被打成了走资派 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 而害死友庆的区长春生 也被打成了走资派 春生的老婆因此自杀 咱可得跟他划清界限啊 万念俱灰的春生 夜里偷偷来到福贵家 要将所有的积蓄都给福贵 希望了了他害死友庆的心结后 可以安心地寻去 福贵夫妇虽然对友庆的死耿耿于怀 却说 春生 你记着 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 你得好好活着 另一边凤霞即将临盆 两老及二媳都高兴地要迎接新生命 但医院里有经验的医生 都被抓起来批斗了 只留下一群没经验的红卫兵 态度趾高气昂 让梁老放不下心 二媳便偷偷找来被关在牛棚的妇产科王医师 这就是妇产科的王教授 这是他推把手 但王医师饿太久了 福贵好心买了馒头给他充饥 另一边孩子叫声响起 凤霞生惨了 凤霞家属 凤霞家属 梁老乐开了花 但红卫兵不让家属进去看 大家只能在门外等 我们处理完了 很快就出院 回家以后再好好看 快来 没想到病房传出呼叫 凤霞大出血止不住 二媳联盟要王医师进去帮忙 但王医师饿到吃太多馒头 吃撑晕了过去 快来人呀 快来人呀 凤霞家 在一阵混乱中 叫不出声的凤霞 白白白丝血过多而死 多年后 梁老和二喜带着凤霞的儿子上坟祭拜凤霞和友庆 路上买了一篮小鸡 孙子问福贵 小鸡长大以后呢 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 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 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 牛以后呢 牛以后啊 馒头就长大了 我要骑在牛背上 对 馒头就骑在牛背上 馒头长大就不起牛了 就坐火车 坐飞机 那时候啊 日子就越来越好 电影是根据中国作家于华的同名小说《活着》改编的 从旧社会时期到中共建国 人民是越火越憋屈 以前是福贵自己不争气 好赌输掉了一生的福气 之后是共产主义想借着人民壮大自己 将一个人的思想洗脑几亿人 而且贯彻到现在 当时活着被指责为 诋毁社会主义 诋毁政党执政能力 说故事太沉重 给人很深的压迫感和痛惜 但小说中 故事的结尾其实更加悲惨 几乎所有亲人都过世 最后只剩福贵与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 电影里张艺谋导演以手下留情 他只是想拍老百姓的一种朴实 平淡 但在激烈的时代变动下 还能顽强地活下来 所以让福贵还有家人陪伴 还有个后代 让这个家还有个盼望 虽然这个盼望到现在 还是让人落空 至今一些让人无语的政策 还是持续凌持着 像福贵一样的老百姓 让《活着》这部电影走向国际舞台的幕后推手 是台湾制片人邱富生 当时国外影展基本没有华语电影 邱富生就暗自希望能替两岸三地留下现在不拍 以后就拍不到的电影 而《活着》果真就是当时不拍 现在根本不可能拍 也没人敢拍的电影 邱富生大胆有远见 与张艺谋合作 支持中国导演自由创作 承担投资与政治上的风险 阻止任何对电影进行政治审查的企图 自由才是艺术创作的精神 没有自由哪有创作可言 人活着的基本权利不也是自由吗 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感受是什么呢 请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喜欢的朋友请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影片见 Bye